冷气团持续发威 今天早上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 时定只有7.8度而已 受到了大陆冷气团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今天早上苗栗以北以及宜兰局部地区 有10度以下的气温 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大 明天白天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 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 不过气象鼠也提醒民众了 到了下周四还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报道 提醒民众保暖衣物别收得太快